大家好,我叫金丽,来自湖南,今年24岁 大家好,我叫东恒,要向谁告白? 我过来是向我男朋友告白的 也想了解一个真相 我想知道我的男朋友跟他的女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让他回到我身边 前提是他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今天是来向我女朋友告白的 因为他最近他男朋友一直纠缠着我女朋友 什么叫做我男朋友纠缠你女朋友啊 是你女朋友纠缠我男朋友好吗 前段时间我在家里发现一瓶香水 我以为是我男朋友要送给我的 我很好奇过去问他 他说送给客户的 但是那明明是一瓶女士香水 什么样的客户能送女士香水 我不能理解 因为我觉得香水的意义特别重大 他只能送给恋人之间 你有跟他一样发现你的女朋友 跟他的男朋友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吗 就前一段时间我有看到他拿了一瓶香水回来 我当时问他这瓶香水怎么来的 他当时说是一个男性朋友送的 我就觉得奇怪 我说什么样的朋友会送你香水吗 他当时就 然后情绪很激动 跟我说 他说就一个普通朋友 你想 想多了 我当时 因为我很在乎他 我怕他生气 我就不敢再问了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实际的问题 只有一瓶香水 你待会怎么收场 我发现 他就是近一个多月 半夜还有聊天 时长一个多小时 我打电话给那个女的 当时我就说 你认识杨维吗 然后他跟我说 维维啊 我认识 维维是我男朋友的小名 他叫得这么轻 我真的很生气 我说你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他有女朋友吗 他竟然把我电话给挂了 你找自己男朋友说这事 不就行 但是我男朋友 他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他说我一天就知道一生一贵 我肯定很生气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女的 他亲口跟我说 他就是喜欢那女的 我真的 我真的不能忍受 你知道吗 他亲口跟我说 他喜欢别的女人 最可气的是 你知道吗 今天连几天都没有回家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回 他现在就完全的不理我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只能找到他 因为我希望通过他 他来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而且那段时间 我女朋友也经常很晚回来 然后也经常半夜打电话 我就怕我女朋友会失去我 我就跟着他来了 大晚上凌晨三点钟 打电话去打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这很有问题 说不定这两个人 现在已经偷偷地在一起了 打电话就是有问题啊 搞不好人家有工作上面的事情 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的男朋友 大晚上凌晨三四点钟 经常去给一个女孩子打电话 打一个多小时 需要的一个女人去 这是她的客户 她们是有工作关系的好吗 不要吵 接受女士的香水 夜里头一两点钟 两三点钟给女客户打电话 这事我都做过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也不容易打 打一个多小时吧 打两个小时 而且还背着我打 两个小时 你知道是 他是想背着你打呢 还是怕影响你休息大呢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不告诉我这点 他就是不吸引我 稍等第二天我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昨天晚上我两点到四点之间 我打了一个电话 有必要吗 我觉得有必要 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有必要 他必须要跟我说 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 问题不在于男朋友 是否跟女性在夜里打电话 而是在于你不信任男朋友 好我跟你说完了 我在说男士 半天你没说什么话 我是希望 还是想 也是你觉得你女朋友问题 我不知道 所以我告诉你们俩 你们的男朋友 女朋友 我个人觉得 以现在的线索来看 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都出现在 你跟你男朋友 你跟你女朋友之间 本来没有问题 他们因为他们俩 可能会有问题 你想一个事件的偶然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两个事件的偶然 这个我们好姑且 也把它理解 但是三个四个事件 把它穿起来 你就发现 这不是偶然了 捉贼要捉脏 我觉得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永远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这样的女人 才会过得幸福 什么这一只眼 这样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才是傻女人